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日本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电玩进化论 宝可梦风靡全球 2.动画奇迹 宫崎骏龙猫月上大一幕 3.科技巨兽 任天堂为摇身一变家庭娱乐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电玩进化论 宝可梦风靡全球 各位亲爱的学生 游戏爱好者以及那些偶然迷路 闯进这堂客的好奇宝宝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令人着迷的现象 电玩进化论中的一颗璀璨明珠 宝可梦系列如何风靡全球 首先,让我们回到遥远的1996年 当时的游戏界还是一片汪洋大海 各种游戏品种在这片海洋中游来游去 寻找着能够登上食物链顶端的机会 在这个时候 一个名为Game Freak的小型游戏开发团队 与人天堂合作 推出了一款名为Pocket Monsters的游戏 这款游戏的基本概念是 玩家扮演一名宝可梦训练师 捕捉、训练并与其他训练师对战 目标是成为宝可梦大师 这个概念听起来简单 但它却用有一个强大的进化优势 收集与交换 每个玩家开始的宝可梦都不同 要想收集所有的宝可梦 就必须与其他玩家交换 这个设计巧妙地促进了社交互动 并在玩家之间创造了一个强大的社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宝可梦系列不断进化 从最初的黑白画面 到如今的3D图像 从单纯的游戏卡带到跨媒体的帝国 包括动画、电影、卡牌游戏、玩具 甚至是实境游戏Pokemon Go 这个系列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现象 宝可梦的进化不仅仅是技术上的 它的世界观、角色和故事 也在不断扩展 每一代新游戏的推出 都会带来新的宝、可梦种类、新的地区 甚至是新的游戏机制 让玩家始终感到新鲜和挑战 但是,宝可梦最大的进化 可能是它如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玩家 从孩童到成年 许多人的童年回忆中 都有助与朋友一起捕捉宝、可梦的时光 它教会了我们策略、交易、友谊 甚至是失败和失落的感觉 当你的宝可梦在战斗中倒下时 总之 宝可梦就像是游戏界的达尔文奇族鱼 它不仅在游戏海洋中生存下来 还成功地走上了陆地 成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跨媒体巨星 它的进化故事 无疑是电玩史上最精彩的篇章之一 而我们 作为观察者和参与者 无疑是幸运地 能够见证着一切的发生 所以 下次当你打开你的游戏机 准备和你的皮卡丘一起冒险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个小小的电子生物 是如何从一个简单的游戏概念 进化成为全球文化现象的 这就是电玩进化论的魅力 也是宝可梦不朽的魔力所在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动画奇迹 宫崎俊龙猫 月上大一幕 各位亲爱的动画迷 电影爱好者 以及那些偶然迷路闯进这里的 好奇宝宝们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聊 那个让成千上万人心中的童年回忆 瞬间被唤醒的名字 宫崎俊 以及他的经典制作龙猫 首先 让我们来点小知识 宫崎俊 这位日本动画界的大师 不仅是动画导演 还是漫画家 动画师 编剧 制片人 简直就是动画界的瑞士军刀 他的作品总是充满了奇幻 温馨和深刻的生态与 和平主义思想 而龙猫 这部于1988年上映的动画电影 无疑是他众多杰作中的瑰宝 龙猫讲述了两个小女孩 与神秘生物龙猫的奇妙冒险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个 关于成长的故事 它更是一首对自然和家庭的颂歌 龙猫这个角色 以其超乎寻常的圆滚滚身材 和令人难以忘怀的微笑 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朋友 但是 你们知道吗 当年龙猫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 龙猫最初提出这个概念时 许多出版商都摇头拒绝 认为这个故事太过平淡 缺乏商业吸引力 然而 龙猫没有放弃 她坚持自己的创意和对动画的热爱 结果呢 龙猫不仅在日本国内大获成功 更是跨越海洋 俘获了全世界观众的心 这部电影的成功也让龙齐骏的工作室 吉普利工作室 成为了动画界的一个传奇品牌 吉普利工作室后来推出了一系列 受到国际赞誉的作品 比如《魔女宅》几遍 《幽灵公主》和《千语千寻》等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龙猫真的存在于现实世界 那么公交公司可能会面临破产的危机 因为谁还需要等公交车 当你可以骑住一只巨大的毛茸茸的生物穿越田野 感受风吹过耳边的快感呢 而且 龙猫的腹部跳跃 可是比任何弹床都要有趣 总之 龙猫不仅是一部动画电影 它是一个奇迹 一个让我们相信想象力和纯真 可以创造无限可能的奇迹 宫崎骏用它的笔触 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 让我们即使在成年后 仍能够回味童年的那份纯粹和惊奇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天空中飘过的种子 不妨停下脚步 说一声你好 龙猫 说不定奇迹就会发生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科技巨兽 任天堂为摇身一变家庭娱乐 各位亲爱的学生 游戏爱好者 以及那些偶尔在客厅里 被为遥控器集中的无辜旁观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曾经在家庭娱乐领域 掀起革命的科技巨兽 任天堂的威 想象一下 这是2006年 当时的游戏世界 还被索尼的PlayStation和微软的Xbox所主导 这两个平台的粉丝们正忙着 争论谁的图形更炫 谁的处理器更强大 然而 就在这时 一个日本的老牌游戏公司任天堂 他们不玩卡车 他们玩的是卡定车 我是说 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 他们退出了V 一个外形看起来像是能放进手提包的小巧游戏机 它的遥控器更是像是从未来飞来的魔法棒 V的魔力在于它的简单和直观 任天堂不是在追求最高的画质 而是在追求最广泛的微笑 他们的目标是全家人 从5岁的小孩到85岁的奶奶 都能挥舞住胃遥控器 享受打网球 保龄球或是挥舞住光剑的乐趣 这种动起来的游戏方式 不仅让人们的客厅变成了虚拟的运动场 也让胃成为了一种社交活动 人们聚在一起 不是为了看谁的角色等级更高 而是为了看谁的真实会拍动作更帅 当然 胃也带来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副作用 比如 全世界开始出现了微运动伤害 从轻微的肌肉拉伤到 不慎将遥控器甩出手 砸碎了电视屏幕 或是家具的报告层出不穷 这也让微遥控器的万代 成为了家庭娱乐史上 最重要的安全配件之一 微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它的创新 还在于它如何改变了 人们对于游戏的看法 它证明了游戏不必非得是孤独的 做主的 静态的活动 它可以是动态的 社交的 甚至是友谊健康的 WeFit让人们在客厅里瑜伽 平衡训练 甚至还有人因此减掉了不少体重 总之 任天堂的We 不仅仅是一个游戏机 它是一个家庭娱乐的革命者 一个让人们站起来 动起来 笑起来的魔法盒子 它证明了 在科技的世界里 有时候最强大的 不是那些拥有最多零件的机器 而是那些能够出动人心 带来最多欢笑的创新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We遥控器时 不要只把它当作一个游戏机 而是把它当作一个带来欢乐和团聚的魔法棒 让我们一起挥舞着遥控器 享受游戏的乐趣 一起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庭娱乐奇迹 好了 现在轮到你们了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对于这些话题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于宝可梦的进化故事 有什么看法 你对于宫崎骏的作品 有什么喜爱之处 你对于We的影响 有什么感受 我迫不及待 想要听到你们的声音了 请在评论区 分享你的想法和问题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